上次提到,買入試固單位有三點需要注意 第一點是視固的均動程度 第二點是在銀行提供否股價 第三點是提供第三方股價證明 三點最為重要是視固的均動性和嚴重性 如果事件受到傳媒廣泛報道,不但視固單位 即使同層單位或上下層單位都會受到影響 一般來說,銀行對於這類型單位在批核按揭時都比較嚴謹 舉例來說,港島區曾經有一個單位發生過嚴重命案 在單位裏面有兩名女子被虐殺 雖然事件發生至今已有六年多的時間 但同層單位股價時,大部份銀行都不能提供股價 有少部份銀行即使能提供股價 但視固單位都比市價低出四成 同層單位比市價低出兩成 其實銀行提供股價是否等於批核按揭呢 我們又舉一個例子 最近我們為一個曾經發生過嚴重空中飛人事故的同層單位 成功批出一個八成的按揭 客人買入單位之前已經知道同層發生過一些嚴重事故 但他見到叫價比市價低出兩成有多 所以他覺得不能上車比撞鬼更加可怕 他就大膽地買入單位 我們成功幫他找到銀行做到股價 以及批出一個八成按揭 息口和普通單位是無異的 更加享有按揭補費的折扣優惠 以及有1%的現金回陣 在此再次提提大家 不同的銀行對於市固單位的股價和按揭取貸都會有不同的 如果買入之前 最好找專業人士幫忙 就會更加順利